Hello 大家好 我是戴莉一起看非洲 我的非洲视频里面文员跟助理出镜比较多 关注也比较多 前几天还有网友 发了几十块钱给我们的文员吃早餐 昨天又有了 这里是三万块钱 差不多六十 Maria Come here 这文员笑嘻嘻的 This is for breakfast Thank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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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very much I'm s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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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ppy Next time better Next time better Next time better You want to lunch Yes This one for breakfast Even I want to lunch You want to lunch Yes Maybe tomorrow someone will send money Money for lunch Okay thank you 啊 现在已经下班了 不过文员跟助理的还没走 啊助理就不用说了啊 他有微信 估计红包换了不少了 我们今天看一下他们手上 微信里面还剩多少红包啊 对了 来 Show me 有 有 My home 嗯有红包 Yeah How much Let me see 哇还有355 Last time you change how much Last time Ah Last time you change Last time I give me a chain I give me a chain this one This one 啊 啊 3万 22 I give me a chain 722 上次换了 应该前面还换了一次 照我的换了一次 哇 加起来 估计有2000块钱的红包了啊 看一下 马路人看见了那红包 梅梅 你download the WeChat I will try 啊today Ask of lina Maybe tomorrow Someone will give you a红包 啊 啊 说实话啊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发现 有家庭条件 比助理更好的了啊 因为家庭的因素啊 确实还是有一种 大家闺秀的气质啊 啊 红包确实也得到不少 估计也就是跟这些粉丝网友 啊 互动获得的啊 啊 文愿到家庭肯定就比较一般了啊 不过性格还是比较活泼开朗 很多网友也比较喜欢 问我有没有微信 不过现在是没有 啊 今天给到钱的话啊 应该谈不上是资助 啊 充其量算是一种互动吧 就像是国内 你请人家喝喝饮料 吃顿变换 估计也不少 啊 今天晚上啊 文愿跟助理 住一个房间的 看他们会不会把微信下下来啊 如果下下来申请好了啊 如果文愿有微信了啊 明天就给大家公布一下 文愿的微信号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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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